嗨,大家好,我是Jerry 今天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野柳地质公园 那我们八点半在台北车站出发 大概一个小时后就到达 今天呢,是下雨天 所以呢,今天的行程变得有点麻烦了 出发咯 然后买鱼衣,还有这个鱼鞋 然后现在往前面出发 这里就是野柳地质公园 就是特地来看这个了 看一只扫一次咯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因为现在下雨的关系 所以我只好用手机来拍照 iPhone is the best 我忘记带我的Action Tree 因为Pocket Tree它不可以领域 现在我们就是往上查 这里的入场票呢 如果大人就是120元 所以我是小孩去半价 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在马来西亚真的不可能 这样子穿着鱼衣服 而且它的这个,这里卖的鱼衣的 质量很不错 才100元一个 然后这里还有给你看很多的这个给你拍照打卡的地方 这个就是整个景点 哇,终于来到海边了 我们要去的就是那个地方 看到吗 这里有很多很自然的现象 它讲这里是测速台哦 在这里 这么厉害哦 这么厉害哦 很厉害哦 很厉害哦 这里他们有一个咖啡厅哦 刚刚我们才想到没有带自己的咖啡来 但是这里应该也不给吧 然后全部都在这里喝咖啡就麻烦了 要喝酒喝咖啡的 这里不可以超过这个红线 不然出着去外面就很危险了 前面就是我们要去看的主角 来了 这里一定要去的 这个测速台 之前就是被雨水滴到一个 knock 然后打着来了 你看还有后面 看还有后面 一大片的海 好爽哦 如果可以打在这里久久 然后 那么差 哇,在这里 哇,在这里 哇,你看 全部要排队跟女皇拍照 拍长龙耶 就是这里,这个 这个这个 哇,很可怜 有装那个另外一杯子吗? 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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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就是女王了 刚刚我们就是排队和女王合照 然后我们排完就要往下一个目的地点出发 下一个目的地点就是九份 从大门口走到去排队和女皇拍照 就大概要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一定要抓准时间 不然的话 就会导致下一个行程很紧迫了 记得留守我的下一集哦 九份老街 还没有按赞的朋友 请给我一个赞 然后帮我分享出去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哦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下个影片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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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